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关羽,这位三国时期的名将,以其忠义和吴勇闻名于世 提到关羽,世人往往会想起他败走麦城的悲壮一幕 然而,这场战役背后,却有着显为人知的真相 究竟在麦城之战中,有多少猛将围攻关羽 使得这位无敌战神最终走向败王 又是怎样的敌人和计谋,才能让关羽这位不败的传奇将军 最终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三国格局初步形成 然而,真正决定三国走向的,却是荆州的归属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不仅土地肥沃 更是连接巴蜀与江东的咽喉要道 谁掌控了荆州,谁就掌握了争霸天下的主动权 这片土地不仅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还控制着水路交通,可谓兵家必争之地 刘备,孙权,曹操三方都深谙荆州的重要性 刘备凭借与荆州木刘表的宗亲关系,暂时占据了荆州 孙权则既予已久,多次向刘备索要 而曹操虽然暂时退出了荆州,但也从未放弃过这块肥肉 三方势力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每一步棋都关乎未来的天下格局 在这场三方决历中,关羽作为刘备的得力干将 被委以重任,镇守荆州 他的才能和忠诚无可置疑 但也正是这份责任,最终将他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关羽在荆州的统治不仅关系到蜀汉的安危 更是维系三国平衡的关键 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整个天下的局势 公元219年,关羽抓住曹操北征乌环的机会 挥施北上,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这次北伐不仅是关羽个人无勇的展现 更是蜀汉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 关羽此举意在打破魏国在中原的统治 为蜀汉开辟新的战略空间 关羽此次北伐可谓准备充分 他统领精兵数万,粮草充足,士气高昂 首先攻打的目标是曹魏的前沿重镇 樊城和襄阳 这两座城池由曹操的心腹大将曹人和满宠把守 防御坚固,一手难攻 关羽选择这两个目标 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智慧 攻下这两城 不仅能瓦解魏国在江淮地区的防线 还能为蜀汉在中原的扩张打开局面 然而,关羽的军事才能在这一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他利用当地地形巧妙地使用水攻之策 适逢秋季多雨 汗水泛滥 关羽下令将河堤凿开 洪水顿时淹没了曹军大营 这一招出其不意 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 体现了关羽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他不仅是个勇猛的武将 更是一位懂得阴帝制宜的军事家 曹魏大将于靖和庞德领兵来源 却陷入了汪洋之中 于靖投降 庞德战死 七支曹魏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战 被后人称为水淹七军 成为了关羽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 这场胜利不仅打击了卫军的士气 也极大的提升了蜀汉军队的战斗行星 关羽的威名随之远扬 在民间甚至出现了关羽威震华夏的说法 樊成和襄阳岌岌岌可危 曹操闻训大惊 亲自领兵南下秦王 一时间 关羽威名远扬 甚至有威震华夏之事 这一局面 使得曹操不得不亲自出马 足见关羽此次北伐 对魏国造成的巨大压力 然而 正是在这看似胜利在望的时刻 命运的齿轮 开始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转动 在关羽攻势如虹之时 他的后方却已经出现了隐患 这些潜在的危机 如同暗流 逐渐侵蚀着关羽的根基 他们不仅来自外部敌人 更多的是 源于内部的矛盾和疏忽 这些问题的累积 最终成为了关羽败亡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内部问题 关羽性格刚直 有功必赏 有过必法 这本是为将之道 但在长期治理荆州的过程中 他的这种作风 却得罪了不少人 特别是世人和弥方 这两位荆州本地豪强 对关羽多有不满 关羽的正直 在某种程度上 变成了刚愎自用 他忽视了地方势力的重要性 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本地力量 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其次是对东吴的轻视 虽然孙权多次向刘备索要荆州 但关羽认为东吴不敢轻举妄动 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北伐上 却忽视了东县防御 这种战略上的疏忽 给了东吴可乘之机 关羽低估了孙权的野心和魄力 没有意识到 在他北上之时 身后已经暗藏杀机 更严重的是 关羽与驻守江陵的刘备杨子刘峰 关系不睦 刘峰本是刘备的继承人 但随着刘善的出生 他的地位遗落千丈 关羽曾公开支持 立刘善为太子 这让刘峰对他怀恨在心 这种个人恩怨 演变成了军事上的隐患 在关键时刻 刘峰的消极态度 直接影响了战局的走向 这些看似微小的裂痕 最终成为了压垮关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羽的失败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 更是一系列政治 外交和人事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反映了一个军事家 在处理复杂局势时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就在关羽全力攻打樊城之际 曹操和孙权达成了默契 共同对付关羽 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联盟 实际上反映了两大势力 对关羽威胁的共同认知 他们意识到 如果不遏制关羽的扩张 无论是卫国还是吴国 都将面临巨大压力 曹操一方面派遣大将许晃 增援樊城 一方面派人联络孙权 许以割让荆州的诱惑 孙权见机不可施 立即派出吕蒙 陆迅等大将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攻占荆州 这一系列行动 显示了曹操的政治智慧 和孙权的果断决策 他们抓住了关羽主力北上的机会 在后方展开了致命一击 吕蒙用计骗过了镇守江陵的弥方和世人 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个关羽的大本营 与此同时 东吴将领蒋青 韩当 周太等人分别领兵 在关羽的退路上设下埋伏 这种多路进攻的战略 充分体现了东吴军事指挥的高明 他们不仅切断了关羽的退路 还有效地分散了关羽的兵力 关羽父辈受敌 不得不放弃攻打樊城 率军难撤 然而 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东有吴军追兵 稀有魏军围堵 难有蜀中援军按兵不动 北有长江天险阻隔 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 让关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不得不在各方势力的夹击中 艰难周旋 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 关羽带着残兵败将 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中 且战且退 最终退守到了脉城 这一退却过程中 关羽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和个人勇气 即便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 他仍然能够带领部队突出重围 这足以证明 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卓越能力 在这危急时刻 关羽本指望得到内部支援 然而 令他绝望的是 原本应该持援的刘峰和孟达 却按兵不动 这种内部的背叛 比外敌的围攻 更让关羽感到痛心 他不仅关系到军事局势 更动摇了关羽对蜀汉内部团结的信心 刘峰受到孟达的蛊惑 认为关羽一旦脱险 必会向刘备告他一状 为了自保 他选择了做事关羽 陷入绝境 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 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 和人性的阴暗面 刘峰的选择 不仅葬送了关羽 也为自己日后的悲惨结局 埋下了伏笔 而那些曾经被关羽延成过的荆州将领 此时也纷纷倒戈 投靠了东吴 关羽的处境 已经到了真正的山穷水尽之地 这些荆州将领的背叛 暴露了关羽在治理荆州时的一些问题 他的严厉作风 虽然维持了军纪 但也种下了离心离德的种子 在危急时刻开花结果 在迈城 关羽面临着最后的抉择 是选择投降保全性命 还是战斗到底 作为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关羽选择了后者 他带着仅剩的数百清兵 在暗夜中突围 这一选择体现了 关羽的个人品格 和对蜀汉的忠诚 即便在生死攸关之际 他仍然选择了 坚持自己的信念 和对刘备的承诺 然而 东吴将领早有准备 关羽刚刚突出重围 就遭遇了伏兵 在这最后的战斗中 关羽身中数剑 仍然奋勇杀敌 最终 这位叱咤风云的战神 倒在了敌人的刀下 关羽的最后时刻 充满了悲壮和英雄主义色彩 他的死 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标志着蜀汉霸业的重大挫折 关羽的败王 不仅仅是一位名将的陨落 更是蜀汉霸业的转折点 他揭示了三国时期 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 以及人性在权力 和生存面前的脆弱 关羽的忠义和勇武 与其最终的悲剧命运 构成了一幅令人叹息的历史画卷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